如果說老師您需要就是開發板,需要重新設定 比如說您可能剛我講的,你的帳號那個密碼忘記了,鄰居的密碼 或者是你設定的那個熱點,基地台的名稱忘記了 那你可以像這樣來做,就可以恢復它出廠的預設值 怎麼做呢?您看一下在開發板的左下角是不是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對不對?好,這個地方,那你還沒有插電的時候 還沒有插電的時候,先按住它不要放 還沒有插電的時候,就先按住這個按鈕,我現在已經按住了,不放 這時候你再來插電,再插電,像這樣 那您留意一下那個燈號,會變綠燈,有沒有 那你大概數個五到十秒鐘,手還是按著喔,按鈕還是按著喔 所以呢,等到差不多時間,我現在放開 放開,待會呢,它應該會重新開機 有沒有,它就熄滅掉,然後呢,它會重新開機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,你就重新,等到它剛剛那個綠燈熄滅了 你重新再把它怎麼樣,接電一次 它就會用預設值,那什麼是它的預設值 我們的WebDuno,它出廠的時候,預設值是連到這個位置 就是那個Wi-Fi的名稱喔,是這個,我寫一下喔 你看一下,是... 預設名稱叫做WebDuno duino.io,這是基地台的名稱 預設的,那密碼呢,就是前面WebDuno 所以它會把上面那個清空,或者是填入這個預設值 那這樣呢,我前面這台基地台的名稱 如果老師你現在打開你手機的Wi-Fi 你去看,有一台就是WebDuno.io 就是我前面這一台,這樣了解的 那,您原本設定的密碼,比如說你可能設定密碼也忘記了 沒關係,你清掉之後,還記得我們上次怎麼連進去嗎 是不是12345678 因為這個重設之後,它的密碼也會設回12345678 這樣OK嗎? 好,所以如果說你就是都已經忘記到底哪一個,沒關係 就是像剛剛那樣子,就是還沒有插電的時候 好,先按住這顆小按鈕不放 按住之後再插電,它就變綠色的燈 那稍微給它幾秒鐘 好,給它幾秒鐘 完了,再把它放開 等到它綠燈熄滅了,它就恢復成開發板的綠色 但是Device ID不會再回來喔 好,也就是說Device ID它不會說再重新取得一個 還是一樣 那你原本的那個SSID,就是我們看到Wi-Fi上面那個名稱有沒有 有的是Smart01,Smart02,那個還是會繼續留著 所以有三個地方清掉的 第一個,就是你那個熱點,無線基地台的名稱密碼清掉 第二個,你要連到你這個開發板 連到這個開發板的密碼,會恢復成12345678 這樣子 好,所以如果說萬令你忘記了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把它重設 就可以恢復預設值 所以說萬一可好,讓我們先用這個方式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除掉 我們會很解決的